MANCE是一个资料表的名称 那我们刚刚汇入有汇入三个月嘛 1月、2月、3月 所以呢你可以透过这个地方 做什么呢 参数的传递 好那传递过来之后其他都不用改 我想这个地方要改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 Listworkbook就是说我们现在档案的位置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现在档案位置 旁边就是我们放资料库的位置 要放在同一个工作 同一个工作资料表里面 资料资料夹里面 然后名称的话就是问题是 点ACCDB OK 所以这地方要改 那其他的话要哪些地方要改呢 其他的话就是 slate这个地方 那slate因为我要把什么呢 把月份查回来 所以基本上后面这一串 你把这个slate什么什么什么 改成这个slate 所有的from什么呢 from后面特别注意哦 他是一个这个空格 然后双引号 end什么呢 month 那因为将来我传递过来是一月 就是slate所有from什么一月份 所以把一月份里面所有的资料都查回来 查回来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地方 这个原来是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我把它改成什么 acted sale 因为呢 将来我根据我现在邮标放的位置 去再把什么我查到的一月份的资料 怎么样 copy from myrs 因为我查到的资料怎么样 它会放到myrs里面 那这个myrs有点像是什么呢 虚拟的一个资料表 也就是说一月份的 有没有 assist的资料表 查回来它暂时放哪里呢 放在myrs里面 它有点像在记忆体开一个 暂存的一个资料表 那我先放上面 到时候的话 因为放资料表 放在记忆上面嘛 到时候再把它怎么样 copy from recoset 再把它call回来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acted sale 所以基本上后面 我们把那个 我云单上面的这个画面 复制贴过来 只有改几个地方 在我画面上有 你把它复制之后 然后呢 贴上之后再来改 改哪些地方呢 我主要 在问题4里面 这边就有画面 问题4里面 这边的话 我们刚刚改的部分 主要有 在这个范本里面 第一个month 第二个是资料表名称 第三个是查询的 这个SQL语法 第四个是 我要call到哪个位置 大概改这几个地方 第一步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地方 这个副程式call到我们的 原来的那个工作表的 整合的那个副程式的下方 就可以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